虽然演喜攻略已经下线,但最后出场的顺平,却给大家,带来了最后一波小高潮,不是因为她的黑人设而是因为她那与肩同宽的大电肩,虽然张嘉宁会被紫禁成第一美,但是我们却无法将视线从那完全形成一条直线的电肩上移开, 尤其是与小肩膀的演喜艺对比,效果更加明显,于是有人纷纷吐槽是张嘉宁本身,肩膀太宽,才导致电线看起来太过夸张,但其实人家不是宽而是直,明明是天生的衣服架子来的,尤其是最近张嘉宁发布的微博中,身穿的Airberry其实是一件铜装来的,可见真人是真的瘦, 今年秋天你需要一副大女人的肩膀话说,一副大女人的强势肩膀在今年秋冬全面回归,效价必于微微诺诺的小肩膀不再是我们的追求,电肩才是今年的必备,说起电肩,现在的95后,00后大概都不太清楚, 其实你们小时候的尊雷,基本就是电肩的天下,而且在90年代电肩,绝对是时尚潮流的标志,甚至成为Power Women,女权主义的标志性单品,而在轻浮古风朝景吹的当下,90年代的各种土库单品轮班上阵,大电肩的回潮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, Kristiano Bojani,Saint Laurent,Matthew Adams Dolan,2018秋冬幸场